我会努力学中文 未来以后来中国 我喜欢中国 我爱中国 娜娜你站在这干嘛呀 小姨不知道在干嘛 小姨呢 真的 静静你在干嘛 我想洗衣服 但是有两个洗衣器 我不知道用哪个 哪里有两个洗衣器啊 这个是下面洗衣服 上面混干的 混干的 上面是混干的 小姨 上面是吹干的 下面是洗衣服 哇 这么厉害啊 第一次我听到 可以混干衣服的 你还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这个下面你先把衣服放进去 然后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完了 你就全部放在这上面 把它烘干了就可以 烘干完了 你就可以拿去刷了 哦 烘干完了 可以拿去刷吗 而且我们那里就是外面可以晾衣服的 太厉害了 我都不想回日南了 那就留在这啊 但是我还要回去一趟学 那就你你就回去努力上学中文嘛 学中文了以后来中国这边留学啦 可以留在中国这边啦 然后就可以就是过这边的生活啦 姐姐 姐姐 中国这边好多高科技 对呀 中国这边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的 太方便了 洗个衣服都可以冲干 对呀 姐姐 这是我梦想的生活 是吗 那你要努力学中文啦 你看那老师都每天都教你学中文 现在你的中文进步很快啦 对不对 姐姐我都不想回日南了 那你就留在这啊 不想回就不回呀 好不好 不过你还要上学的嘛 等你毕业后呢 就可以来中国留学了 那以后你考到中国这边留学 你想学什么专业 我想学师范 想学师范啊 要上师范大学啊 想当老师啊 对 你要叫小朋友啊 我不知道留学这边留学 有没有师范大学的那个专业 不知道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 妈妈 那我长大之后想当一个医生 你想你想学医啊 对呀 我想当医生 你为什么想当医生 因为医生可以治疗病人 那你为什么想治疗病 很多专业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爸爸生病啦 因为爸爸生病啦 然后我要给爸爸治疗呀 你好怪那你要努力 学医要吃个学霸才行 姐姐我觉得中国虽然很好 但是太压力了 在哪里不压力啊 只要你还活着都有压力 因为你如果结了婚啦 还要照顾孩子啊 还要照顾家庭啊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啦 你还要上学啊 你要努力工作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呀 不管是在越南还是在中国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比越南还压力 因为中国发展的快呀 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啊 你要就是过得好啊 你要条件好 你肯定要努力挣钱啊 努力挣钱啊 肯定压力就大呀 对不对 这边生活很方便 当时要有紧 如果你没紧 还过得很累 在哪都一样啊 就像你 每天我都看到你好辛苦 要努力工作 还要照顾家庭 所以你要努力学习啊 如果你努力学习了 以后留学在这边了 毕业后了 你有毕业证啊 你可以去找一份工作 在这边工作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自由 有自己的工作了 就像姐姐结婚的话 因为我是在这边结婚 是不能去上班的 然后姐姐以前呢 也不在大陆这边毕业 所以很难找工作 你要去上班呢 你要有那个工作见证嘛 但是因为我是结婚 不能去上班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这媒体啊 就是媒体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个人比较累嘛 还要拍视频 还要直播呀 所以说呢 你要过好生活 你要在这边 就是过上这边的生活的话 你要努力学中文 你还努力以后 就是来这边学习 你也不可能说 你过来呢 你就不努力了 来这边你还得要努力 学好中文 学好你选择的专业 然后毕业后呢 就可以容易找到工作 就可以融入到这边的生活了 知道没有 虽然我们是女孩子 但是我们还得要努力的 只要你足够的优秀 那你的选择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你不够的优秀的话 那你的选择 就是选择的判为类也是很小了 知道没有 所以说呢 只要自己优秀的话 那就不怕身边没有优秀的人 知道没有 所以呢 你就要跟那老师努力学习 好不好 我会努力学中文 未来以后来中国 我喜欢中国 我爱中国 中国人也爱你 好多人喜欢你嘛